道场常驻教界 仁则法师开始 一,道友在打坐或闭目观修时 不应以任何理由置其中断 此时不宜触动师父或道友的身体 无论是有人找 还是吃饭时间已到等事情 都不宜跟其说话 路过打坐观修闭目养神的师父或道友时 以轻生漫步 第一个 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 有些人在这里特别喜欢管闲事 管家婆似的 就是什么事情都喜欢去管别人 其实就是不管自己 不爱管自己 喜欢管别人 这是一种喜气 不认同的举手 还有干过坏事的人站起来 就是经常喜欢去叫别人 别人在打坐吃饭 或者是替人家 或者是故意去触碰别人 或者是经常地去干扰别人 去打坐修行的人 二 对于师父或道友的轻微过失 如关灯 关门 关水等 以自己为起更正 积累自己功德 而不宜批评教育 大的过失 以有直视师父处理 这个问题也讨论一下 你们有没有干这样子 就喜欢也是多管闲事的人 就是批评别人没关灯啊 或者没关水啊 反正就是喜欢批评别人 喜欢教育别人的人 有没有 举手 都没有啊 都不喜欢教育别人 不要喜欢教育别人 我以前就说过好多次了 所以说别人 特别人做得不好啊 你主动地帮他做一下就好了 是吧 你发点心嘛 做了还要唠叨一下干嘛 就跟老妈一样的 一边做的一边还唠叨 他有时候可能有心思啊 或者心情不好啊 或者是 甚至在思维法义啊 或者是在干什么事情 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的过失 那你们看到了 就帮助他一下就好了 不用不着 去教育别人啊 你们这个教育别人的 这种习惯就是 喜欢好为人是就很不好 啊 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对 但是这个心要很细的人 才会做得到 其实心很粗的人呢 不会自他相患的人 就不会这样做 喜欢去骚扰别人的心理 他用那种强迫症 啊 这也是一种病啊 这是一种病态的 喜欢去 去要求别人啊 就是一些很细微的东西 要求别人符合自己的意识 就说明你心里面烦恼很大 是吧 那这样的人就很痛苦啊 他活得非常痛苦 然后他到了别的地方 他也喜欢这样子 要求别人啊 在公共场合 像我们这个地方 属于公共场所 是吧 他也喜欢要求别人 这这样的事是有病 是吧 你不要把这个病带到这里来 你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病态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大家要 要学会宽容 大家要尽量的 就是把小事化成没事 是不是啊 本来是个很小的事情 你不要小题大做 然后还要讲一番道理 到时候对方可能 心量大的人也就 不理你 动一念烦恼 可能人家放在心里 想多管闲事 是吧 但是人家嘴巴没说出来 那心量大的人呢 也最多就是笑一笑 心量小的人就跟你吵起来了 或者他正烦着呢 是吧 他可能正在翻业障 那你一说他 那不就吵架了 他也有可能今天就翻业障了 那你一说他 他正在想 或者他正在掺话头 掺得这个快开悟了 你被你一说说没了 是不是啊 原来那个 民国的那个 叫来过来老和尚就是这样 他吃饭的时候啊 他就是掺话头 掺得忘记了规矩 那个管事的人上去就打他 打了他都不知道了 翻完都打没了 他还在那里掺话头 但我们现在没人家的根基啊 是吧 我们又不是来过 尝试转世 是吧 被你一打 话头给打没了 那生气了 那来过尝试不会啊 一打了打了开悟了 我们一打就打就生气了 所以说我们大家还是别去打扰别人 尽量不打扰别人 只要他不去影响别人 他在这里大叫大吼的 或者在这里吵架 或者在这里玩手机啊 这声音很响啊 那你可以这个和颜悦涉地跟他说 这个地方是吧 小安静 请你 是吧 礼貌一点嘛 就是我们修行呢 要有这种素质 这起码的文明和素质 大家要有一定的修养 不能像那个街头巷尾的人一样 像那个信基督教的人呢 他们都很有修养的 你们可以接受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呢 就是现在没文化了 就没修养 所以说我们基本的一些修养 还是要有的 三 对于打直语牌的师傅或道友 其他道友不应扰乱其直语状态 不宜主动说话 人家都直语了 你跟人家说 把直语牌拿了 我要跟你说话 是吧 你这明白的就是骚扰别人 是吧 还有就是直接就跟人家说 你跟我说话 可以挂直语牌 就是说跟我说话 把直语牌也不起作用 强迫症这都是 我觉得这也都是修养问题了 就是人家挂了直语牌 还是尊重 还有那个挂直语牌的人 自己也得尊重自己了 别挂着直语牌 到处跟人家说话 那你自己都不尊重 别人当了也就懒得尊重你 反正你都挂着直语牌 到处跟人家说话 人家也就不在乎你 你自己都没有做到 所以你要想话的时候 最好把直语牌先藏起来 就是转一下 转在衣服里面去 是吧 就是这样也方便 就是放在一个可进可出的地方 省得摘下来麻烦 放在口袋边上 一下翻进去 翻出来 是吧 这样比较好 不想说话的人呢 挂个直语牌 这也是人家不想受干扰 不想受骚扰 有些人就喜欢找别人聊 人家又不好意思拒绝你 挂个直语牌 有些人就是不说话难受 看着别人挂个直语牌 就强迫别人 把直语牌拿下来 这个修养还是要有嘛 这样的修养 如果都没有 你还修什么呀 你这都能不了啊 废得说 你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这个修行能力 最起码的控制能力要有 否则的话 离神经病也不远了 四 道友 以自强不息 勇猛精进 不宜自脸自意 不宜对同修道友 过于同情怜悯 助长道友的依赖性 软弱性 大家要各自独立 不要去把别人当孩子 就是助长别人的这种软弱 依靠 等于是助长她的女人态 女人态就是喜欢依靠 喜欢依赖别人 不愿意独立 不愿意自立 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 尽量自己做 实在做不了的事情 实在是做不了的 可以 求助于他人 我觉得写的基本上 没有什么问题 读一读 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